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0日 今天要講講中國教育新聞 借這個新聞講講體制和社會風氣 現在出現了什麼問題 在6月7日上海復旦大學 一家全中國頭幾位排名的學校 國際排名非常高 發生了一宗非常離奇的凶案 就是一個39歲姜姓的教師 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回來 然後在校中行刺 他們學院的數學學院的黨委書記 這件事當然有他個人的問題 可能有情緒問題、精神問題 但也有些體制問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步要解釋 學校的體制管治梯隊如何構成 每一個學校都有行政梯隊 由校長領導 到各院院長 數學學院院長 法律學院院長 然後下面再有不同系 譬如說歷史系是主任 他領導 但是同時間 由於近幾年 意識形態的掌管深了很多 所以黨委書記的權力漸漸更大 這個黨委書記是如何? 譬如說歷史系 歷史系是主任 同時間設立一個歷史系的黨委書記 理學院院長同時間設立一個理學院的黨委書記 校長同時間有一個叫做校委書記 以前在改革開放的30年 其實校長的地位大 還是黨委書記的地位大? 這個很難說 每一間學校都不同 看看誰的權力比較大 看看學校是否積極 但是名牌的學校 通常都是校長的權力比較大 因為要爭取國際排名 要做實事 但是近四、五年 意識形態的掌握更深 尤其是19年 香港爆發社會運動之後 人才隱進 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人才隱進 他們要由黨委書記把關 譬如說請人 以前是校長說了算 人事處說了算 系主任說了算 現在不是 系主任很想請那個人 還要經人事處 人事處要查他的履歷之外 查他有沒有政治問題 然後再要交到黨委書記裡面 再查一下他的政治立場是否堅定 然後再要公審 將他的名字公開 看看有沒有人舉報他 現在你知道很多小粉紅學生 這些小粉紅的同事 查一下他有沒有微博上說的不當言論 有沒有在微信裡面轉載不應該發的貼 有沒有翻牆 這些情況 所以近年黨委書記對於人事的審查 是強大很多 權力遠超過校長 校務的管治梯隊 所以這個新聞是這樣的 這個39歲的教師 說其實39歲還是一個助理教授 或者講師級 就是老講師 老助理教授 因為嚴格來說 40歲如果不能升上副教授 在大陸就沒什麼前途了 40歲升副教授也是遲的 他們現在的制度就叫做六年 非升即走 六年裡面應該分了兩個合約 三年和三年 要在六年裡面要達到你的論文 發表數量 每個學院都不同 每個學系都不同 我以前那一份就是六年四篇 SCCI的期刊 或者頂級期刊 權威期刊就叫做六年四篇 六年四篇 你達標了 你就可以升職 但是我自己 因為不是六年非升職走的體制 因為我已經做了副教授 我是做了副教授才進去的 所以 如果港師六年都升不到副教授 就沒有前途了 就要離開這個學校 升上副教授就可以學校繼續做了 可以延聘了 大部分做了副教授都可以做退休 只要你中間不出什麼大問題 不要繼續做維權教師 不要勇於發言 乖乖地聽說考核、功課交齊 基本上做到副教授退休很大 因為升上教授始終比例很少 做到副教授退休其實已經不錯了 在這種情況下 姜勝教師 到了六年 就要離開了 因為39歲 要離開學校 他說審核不公平 為什麼審核不公平? 第一 論文不達標就講數量而已 你達標就達標 不達標就走 但是在大陸還有另一個問題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體制的問題 就是他同時間要求我們在六年中 至少要承擔一個國家重大項目 如果35歲以下 申請一個國家青年項目 青年項目容易申請很多 但是國家重大項目是極難申請的 尤其是好像這個新聞中說姓姜的老師 他是更難申請 因為他是美國博士畢業 如果你美國博士畢業就很難申請國家重大項目 你就要退而求其次 申請一些所謂教育部項目 省級項目、市級項目 國家重大項目不到他們申請 為什麼呢? 他都留給一些to be to be 什麼是to be? 就是你是大牛的學生 因為申請的項目和大陸的主要期刊 審核期刊權力的人 人民學科全部都去到社會科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理工科就是中國科學院 那些人就是to be 就是圖子圖孫全部控制整個大陸的學術界 如果你本身是北大清華復旦畢業就好一點 因為那些老師 可能那些師兄弟就是社會科學院或者中國科學院的人 你就將你的老師的名字加在論文後面 加在項目後面 你就能夠發表到 如果你不是那些人 你是一個樓尾回來的海歸 你自己茂茂然申請這些項目 你沒有喝茶灌水 不會去研討會 不斷請客吃飯 不會送禮 基本上是沒有前途的 是申請不到國家重大項目的 你要去拜山 拜大師 周圍拜山 你先跟他們混屬 在一個圈子裡面 你就要透過師兄弟 透過一些師叔師伯 就幫你引戰而已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江湖 學術界就是一個江湖 是一個江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論文達標而已 項目不達標 你就要飛升即走 還有其他評核 譬如說教學時數 學生的評價等等 這些 他說他不公平 不公道 結果行刺他 但是詳情不知道 但是要涉及到問題 你是海歸 你是優秀人才 進入到這些985的名牌大學 前途理論上很好 工資很高 第一 這些名牌大學招海歸 工資非常高 比起招2B高很多 但是大陸有時候不是純粹看工資 因為2B可以申請到很多國家項目 拿到國家項目是升官發財 升官發財就升職了 做了證教授 社會上當然很多公司會找你做顧問 做非執董 做董事 那些教授 尤其是雙科 或者科研的 理工科 就會在外面賺到很多錢 文科就比較難 看看什麼是文科 在這種情況下 海歸賺多少錢呢? 2021年上海復旦大學 優秀人才 優秀人才就是全球Top100排名 譬如說如果你是Top100的 美國是講英文 用英文發表了論文 理論上香港那幾家 UST中文大學和香港也算進去 如果你拿著那些學位的話 進去上海復旦 做一個助理教授 大概是30萬年薪 這是2021年 博士後流動站30萬年薪 助理教授 博士後畢業之後就可以做助理教授 就是30多萬 可能比33萬、32萬 如果你做到副教授大概40萬 做到正教授有機會40多、50萬 這就是全球Top100的學校才可以進入這個體系 所以他們是很大的壓力 你拿著這麼高的薪金 30多萬年薪 扣稅後大概20萬左右 萬多萬元一個月 如果是一個海歸 全球Top100大學畢業 你拿著連身 然後飛升即走 如果你走了 你離開復旦 你只能夠去一些其他地方的學院 文辦學院 我昨天解釋過中國有些文辦學院 現在就要轉名 有百多間文辦學院就要轉名 譬如說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 這些就要轉名 去那些學校教 薪金低很多 壓力小很多 那些學校不需要要求你申請項目 不需要要求你發表論文 那些學校教書 教好書就可以了 一個星期就12課時 15課時 教好書就可以了 在那些985大學 211大學就要發表論文 搞項目 有些崗位還要教書 我以前也不用教書 我以前一個學期就教一門研究生 再加一個本科生 每個學期是三個課時就可以了 要教書 你到底選擇在這些大學中 985 211大學中 做996 你要申請這麼多項目 要發表這麼多論文 996或者997才可以 朝九晚九做六日做七日 要不然你拼不出這麼多論文 怎麼六年發四篇做不到 還要申請一個項目 還要搞好學校和同事的關係 還要幫上級領導做很多私人工作 拿手袋 拿手提包 這些開門 就必要了 一起請客吃飯就必要了 還是選擇一些地方的 文辦學院裡面 躺平 全球頭一百位 去那些大學 就立刻給你副教授位置 去那些二本和三本的文辦大學 薪金當然低很多 譬如說我以前教的那家北京理工大學 就是珠海學院 這家在珠海文辦學院 今年招人招多少 有博士學位13萬至17萬年薪 博士學位13萬至17萬就是Junior 就是講師級或者助理教授級 13萬 譬如說你 你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 或者北京理工大學畢業 有一個博士 你去到大概13萬薪金蓋 蓋基本上新人給你13萬 就是圍上來一個月就11000元左右 除了稅後7000元左右 人工低很多 但是壓力小很多 所以很多老師就選擇躺平 去新疆 哈爾濱 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工大 那些教授 那些再低一些 因為珠海已經是沿海城市 13萬人給都很高了 在內陸那些大概10萬 100萬左右 當然還有很多補貼 有住房補貼 一個月可能補貼2000元住房 交通津貼一個月可能補貼800元 線食補貼500元 還有很多補貼 那些就不計算到正規工資 還有安家費 通常去一些二三線的大學 或者二三線的鄉鎮 他們會給一筆安家費 10萬、20萬、50萬不等 但是你也要簽一個長約 簽5年、10年 他就給你50萬 這個安家費就給你補貼 那些往往是實報實銷的 很多都是 如果你在那些文辦的大學 做到副教授有18萬 做到正教授有34萬 最高 他是按年薪的 18萬起 今年第一年18萬 第二年可能加3% 之後陸續上去 所以這個做到34萬 已經頂薪了 已經去到最高 圍起到手 一個月2萬元左右 稅前2萬元 2萬左右 稅後1萬5、6至1萬7左右 連其他津貼也有2萬元左右一個月 你是會選擇996在名牌大學拚 拚到做教授 外面很多世界 有很多人請你做演講 一場演講就收開場費 演講費幾萬元幾萬元收到教授 副教授也三幾萬了 然後做董事 在996拼上去 還是去文辦學院躺平呢? 現在中國政治體制就是因為 他是講求職效 很多職效就需要去用一個體制教育工作的單位 逼人有很大的產出 因為競爭越來越大 雖然我們號稱社會主義國家 但是事實上我們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方法 是鞭筱仔 鞭筱仔 拿鞭筱仔 鞭筱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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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的學問沒有增加 他們沒有時間去看書 因為你還有搞國家項目 國家項目是喝茶、吃飯 沒辦法 好像坐在圖書館 動手動腳找足藉料 就做不了 所以 時間就投入了一些無謂工作 論文產出多了 但是質素下降 更加不要說教書 教書的質素大幅下降 這種就叫做內卷化 有增長而沒有發展 學術沒有發展 論文發表了大量 但是整體學術水平沒有提升 教師個人的成長也沒有幫助 幫不了學生 他沒有時間去培訓學生 沒有時間跟學生深入交流 他不斷要上幫領導玩手袋 下就要評論文 在這樣的體制下 教師就難以真正搞到學問 所以這就是中國政治體制下 那種教育社會風氣出現了 這裡就要看第二宗新聞 就是4月份 上海復旦的老教授 做了30年 他發了他的工資單出來給大家看 嚇死人 中國大陸 十幾億人其實不了解中國 因為他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體制 他們那些東西沒有透明度 譬如香港的大學教授有透明度 他們賺多少錢的工資全部要公佈 申報 在外面賺多少錢 也要申報 理論上在舊時代的香港 是有透明度的 上海復旦大學的30年老教授 做了正教授 他發了他的工資單出來 他一個月稅前是15,000元 稅後到手8,000多元 很多人原來不相信 是啊 中國大陸的老教授只有1,000多元工資 剛剛我說的 是海歸Top100引進人才 但是如果你是本身不是海歸Top100 你是to be like 第一很少機會聘請你 多數不聘請 請海歸 武漢大學去畢業 你可能要去廈門也未必聘請 可能要去習美大學 講習美大學也教 他不會給到這個工資 他只會給1萬鬆一點左右 然後做到30年後 可能只有1萬多元而已 但是當然了 大陸的教師 有很多體外收入 譬如說我們有科研經費 我申請了很多項目 我自己申請過深圳市項目 國家重大項目 商工程重大項目 那些 錢雖然是不能用的 我不可以自己帶落袋 但是那些科研條研費 我可以用的 譬如說我買一部蘋果電話 買一部蘋果電腦 我就可以攝取那些錢 我去坐飛機 就可以攝取那些錢 住酒店又可以攝取那些錢 我買了書 我用了很多錢來買書 用了十幾萬一年去買書 買了那些線裝書 那些用了十幾萬 不是開玩笑 一套書也十萬元 全部用那些工費攝取 文具那些一定攝取得到 書一定攝取得到 如果一些個人的開支 譬如說吃飯、飲茶 基本上都有機會攝取得到 然後出差差女費 就是去國際研討會 譬如說去意大利開會 又攝取得到 去法國 巴黎看敦王的遺跡 看敦王的文物 又可以攝取得到 當然家人是攝取得到的 以前十幾年前 攝取得到家人 所以一家大小一起去旅行 透過國家重大項目 但是這幾年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 表面上做不到 實際上人們還有很多功夫 這些就不在這裡說了 所以從政治社會結構體制 看到現在中國到底是996 還是躺平 996就面對著內卷化 有增長而沒有發展 如果你是躺平 你是名牌大學的 你就去一些二三線的本科學院 職業訓練學校 不是新疆的職業訓練學校 去其他職業訓練學校教 你就過一些輕鬆的生活 雖然工資低 但是吃學校的 住學校的 著學校的 就無妨 你的子女讀書在學校附屬中學 附屬小學 附屬幼稚園 又不用怎麼付錢 所以 這個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 因為 社會 明明是社會主義 但是強調了職效 強調了用邊雷的方法 推動人們 又撐出 結果內卷化 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現象 今天跟大家分析這宗新聞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記緊給一個Like 給一個Subscribe 還沒按Subscribe就按Subscribe 按了Subscribe就按鈴鐺 以及我的收費平台Patreon 我今天的參考資料就會放上Patreon 還有Patreon 有獨家的聲音檔 比如說八仙嶺大火那件事的後續 我就放了在Patreon 因為有些事情我不想公開說 一些個人感受的事情我就放到Patreon 還有哲學課堂 以及參考資料 現在還有年費 希望大家支持 年費還有Discount 說到這裡 拜拜